当时杨子和秦俊杰宣布恋爱时,小编心中未知一枕,居然没和青梅竹马的张艺山在一起实属遗憾,系里系外,杨子始终把张艺山当成亲弟弟,一样疼爱,要说喜欢也只是朋友之间, 胜似亲人的喜欢而已,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,近日杨子和秦俊杰者对热恋,种的小情侣在横点相聚,正所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,在得知之女友探班后,慌忙的秦俊杰连古装头饰还没有卸掉,就赶忙上前来迎接杨子,见面后两人迫不及待地坐在凳子上聊天,秦俊杰一身黑T恤,灰短裤的休闲穿着,看上去十分悠闲,从照片来看, 杨子搂着秦俊杰眼神迷离,盯着男友的嘴唇十分渴望着什么,相聚的时间毕竟有限,杨子很好仿地直接一屁股,坐在了秦俊杰的大腿上,看秦俊杰的表情,似乎杨子的体重有点超出他的承受范围,双手也赶紧扶住杨子的腰部,以便减轻自己的负担,然而他的眼睛却没有直视杨子的眼睛扭到了一边,难道杨子不够吸引他吗? 只不过这坐姿和姿势,实在,事态过于销魂,虽然在拍戏现场,周围工作人员也很体贴小行李,给予单独相处的空间,但有些事情也要克制一下,实在不行可以等收工以后再解决。